根據估算塑膠產品的生產和使用 在未來十年還會成長百分之四十 而在國際間就有業者提供消費者 能夠重複使用的容器和產品包裝 來減少塑膠容器的使用 在倫敦不自備環保杯也一樣可以做環保 杯子俱樂部團隊與咖啡廳業者合作 推出重複使用的咖啡外袋杯 並在市區各處設置回收桶 消費者喝完只需要放回回收桶 就會有專人收去清洗 每個杯子估計可使用一百三十二次 成功減少一次性杯子的使用 致力於推動重複使用模式來減速 還有美國的Loop企業 他們與業者合作推出更有設計感 並可重複使用的包裝 民眾上網訂購可直接收到 以不鏽鋼容器取代塑膠罐的產品 用完再收回罐子 仿效過去加戶訂牛奶 牛奶公司收回瓶子 重複使用的概念 绿色和平12號舉行論壇 邀請國外企業與團體 分享如何發展包裝容器 重複使用的商業模式 並認為國內因企業品牌 仍缺乏重複使用模式 與新興物流系統的合作 導致循環租界市場 遲遲無法擴大 記者們吳家寶台北報導